我们现在马上去看看 是一个直播画面 这里就是四川方面 看到日传食的情况 四川这里是可以看到日传食的 我们现在看到在太阳 剩下差不多只有10%左右 看到的 我们差不多会进入日传食的阶段 而在日传食完了之后 就会去到一个叫做食审的阶段 到时月球依然会遮曬整个太阳 在那个时候月球的中心 就是离太阳中心是最近的 等到月球的西边边缘 和太阳的西边边缘接触 太阳就开始透出光线 就是说去到一个生光的现象 当时就标志着日传食终结 去到这个复原的情况 月球就会离开整个太阳 而右边那里就看到安徽方面的情况 这里的日传食阶段就比较迟了 现在看到差不多有30%左右的太阳 仍然是看到的 左边四川广岸那里 很快我们就会看到整个日传食的情况 去到整个太阳被月球遮曬的时候 天空的亮度会下跌100万倍 遮曬的时候太阳的外側有一个浅白色的大气 就是里面我们都会看到的 就是说这个月球 就是月球遮着太阳 整个遮曬的时候 其实那个外环我们都会看到一个 类似一个浅白色的大气 左边方面就是四川的情况 右边就是安徽的 其实在内地多个城市都是看到日传食的情况 在四川方面除了我们看到左边的广岸 主要的城市看到日传食 包括康定、洛山、成都、南充都会看到的 而安徽除了右边的圆之外 其中陆安、铜城、合肥、黄山和毛湖 都可以清楚看到日传食的情况 其实天空的电离层就会发生变化 到时可能会导致一个全球定位系统的精准度下降 好像交通工具 譬如是飞机那样的渡航议 可能会出现误差 不过当局就说已经做好准备了 就是认为影响是不大的 另外其他一些的无线通行 都可能会中断或者受到干扰的 我们现在四川画面 现在就看到 是差不多少过10%的太阳 都被月球车了 我们很快就会进入这个 就是全国的日传食的地步 那日传食完了之后 就会慢慢移去食甚 生光 还有最后就是復原 就是说整个月球是离开太阳 那你们会看到整个太阳的 那不单只是人 其实动物都会受到日传食的影响 因为在日传食的时候 我们稍后会见到的 就那个太阳光是会 就是天空的亮度会下跌100万倍 那其实动物都会受到日传食的影响 那可能会有一些日夜颠倒的错觉 或者出现一些異常的举动 好像那些小鳥就会飞回去鸟巢那样 那阳洲动物园就准备了一些麻醉枪 那印度的动物园都会将部分的动物分开来养 令到他们都会做一些记录 记录下他们在日传食的时候的改变 来做一个深入一点的研究 那今次可以看到的日传食 日传食带就是阔250公里 长一万多公里 那横到印度 印度是第一个地方 是见到开始有日传食的第一阶段 尼泊尔 中国和日本部分南方小岛 那四川方面现在很快就会进入 这个整个日传食的情况 那今次就是1814年至20309年 近500年之间 中国境内可以看到 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日传食来的 全场是大约6分38秒的 长江流域有多个城市 好像是上海、江苏、浙江、湖北 和四川现在看到这里的情况 都可以看到日传食的 那在浙江海宁 除了可以看到日传食 更加適逢六月初一 可以看到前塘江大潮 或者会受到日传食的影响 可能这个大潮的程度 更加会加大 很快在四川之中 我们看到 即将进入整个日传食 最壮观的一步 就是整个月球遮住太阳 到时候天空的亮度 就会下跌一百万倍的 虽然说遮住 但是太阳的外側 有一个浅白色的大气 即入面到时都会看到的 而太阳外围的色球层 和色球层对上 好像火焰的日耳 亦都可能会在大家眼前出现的